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轻松哥 这里是轻松哥的第二频道,轻松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你抢我女伴,我抢你女儿的疯狂故事 来自洛杉矶的三个探险青年 准备到国境县附近包了那些人际罕至的自然警官 表面上他们相处融洽,一路上有说有笑 但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却确实有些微妙 其中,青春靓丽的布莱迪 曾经和红色短修青年霍华德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分手后,又和其中名叫丹尼尔的青年走到了一起 旅途中,布莱迪悄悄顶住身旁的霍华德 让他们不要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免让丹尼尔产生误会 霍华德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在他看来,他们的感情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前女友选择和谁交往,完全适得的自由 越野车又向前行驶了一段路程 最终停载了一处茂密的高山草店 车辆已经无法寸行,之后的路只能徒步前行 三人看着眼前奇妖身的野草 对远方的风景充满了期待 一路上,他们不断讨论着 关于脚下这片土地的奇温一时 相传在战争时期 这里曾经历过多次战火的洗礼 但现在看来,在大自然的面前 人类留下的痕迹已经寥寥无几 其人一路跋涉,终于征服了一座小山 布莱迪显得一场兴奋 于是要求霍华德作为见证官 为他和丹尼尔主持一场别开生命的野外婚礼 霍华德面容难色 虽然他不建议前女友和别的男人交往 但两人当着他的面大秀恩爱 实时有些过分 尽管他心里很不情愿 却依旧扭不过布莱迪的软磨硬袍 最终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三人在山顶安因渣宅 布莱迪和丹尼尔毫不避讳地 在帐篷里翻语覆语 甚至连帐篷的帘子都没有放下 霍华德满脸愤痕地 用水浇灭地上的篝火 但心底的怒火却烧得更生了 第二天一早 霍华德睁开轻松的睡眼 发现布莱迪和丹尼尔不知去了哪里 而就在不远处 一个陌生男子正在埋头翻弄他们的背包 他以为对方是来偷东西的 接着上去阻止 就在两人交往大打出手的时候 布莱迪和丹尼尔刚好赶了回来 原来陌生男子名叫戴威 是丹尼尔和布莱迪共同的朋友 他昨晚接到邀约 又刚好在附近担任护灵员 所以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本想从包里找瓶水喝 没想到却引起了误会 双方重新认识了一下 紧接着 戴威提议给三人拍照留念 于是丹尼尔拉着霍华德走进草丛里 布莱迪则站在哪有身侧 戴威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角度 要求三人不停改变站位 霍华德的脚下突然传了一声金属脆响 戴威急忙让他不要乱动 根据经验判断 他很可能踩到了反步兵抵雷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霍华德的脚上 从外表看来的确很像一颗底雷 所有人都陷入了慌乱 戴威急忙出演安慰 如果幸运的话 他会在四个小时内叫来拍雷部队 但在此期间 他必须尽量保持现在这个姿势一动不动 戴威走后 丹尼尔又把布莱迪支开 开始向霍华德坦言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识 而且这枚底雷也是他提前就买好的 霍华德还想解释什么 丹尼尔却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他转身来到布莱迪身前 并对他大肆嘲讽 布莱迪只好坦白 他之所以故意隐瞒 是为了让旧的感情不影响他们的新生活 尽管如此 丹尼尔却依旧纷纷不平 他伸手摘掉地雷的保险针 并随手抛向远方 这一回霍华德彻底陷入了绝望 丹尼尔作弄这一切之后 拖也不回地走了 现场只剩下了霍华德和布莱迪两个人 留给霍华德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等到体力不支 被活活炸死 要么就在旁边挖一个坑 以最快的速度跳进去 或许还有一线升级 丹尼尔在下山途中遇到了好友戴维 原来他根本没有去找救援 而是在配合丹尼尔完成了地雷计划后 专程在这里等他 随后两人相约去酒吧散心 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抛散了脑后 这就意味着 霍华德不可能得到任何外界的援助 霍华德正在原地丝毫不敢乱动 布莱迪则跑到山脚下 把保险销找了回来 他试着把它重新插好 然后让霍华德弄看那只脚 但在这种情况下 谁又有勇气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布莱迪无奈之下 正好因为丹尼尔临走时留下的铁铲 在旁边挖坑 希望能帮前男友从危险中脱捆 由于山上土质坚饮 他满头大汗地挖了很久 地面上还是一个浅浅的小坑 根本不够霍华德藏身 也许等不到他把坑挖好 霍华德就首先支撑不住了 就在两人疲于解决眼前的困境之时 一个面人猥琐的大叔 牵着一条狗从一旁路过 布莱迪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急忙恳求大叔过来帮忙 可大叔却故意装糊涂 并用猎枪指向两人 他开枪试探 发现霍华德真的不敢乱动 于是 一个邪恶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逐渐形成 他表示帮忙挖坑也可以 但作为酬劳 布莱迪需要把他的内衣送给他 布莱迪没想到对方坚如此下作 但为了前男友的安危 他只能答应下来 霍华德不想让布莱迪受委屈 于是急忙掏出自己身上的财物 希望大叔看在钱的粉上能示意援手 但对方现在并不缺钱 只想在布莱迪身上开油 在大叔的逼迫下 他只好脱掉内衣地了过去 大叔得逞之后 装目作样地开始挖坑 可挖了没几下 他身上的卫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布莱迪急忙提出 想接电话向外接求助 大叔瞬间来了兴趣 他给布莱迪提出了新的难题 想要使用电话 就必须像小狗一样听话 面对大叔的无理要求 布莱迪依旧选择忍气吞声 前男友捞到现在的下场 与他有很大关系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会尽全力挽回他的生命 布莱迪却是小狗的样子 把东西递了过去 大叔正在把卫星电话 交到他的手里 只可惜电话只能单线联系 而且对讲经内边说的话 他一句也听不懂 还需要大叔从旁翻译 于是大叔又借机提出 更为过分的要求 让布莱迪脱掉外衣 布莱迪在大叔的威逼利诱之下 一件件脱掉衣服 与此同时 他需要说的话也被传了出去 可对方究竟有没有如实翻译 却不得而知 面对德孙进尺的大叔 布莱迪终于忍无可忍 听着游戏结束了 你可以走了 显然 对方提出的要求 已经突破了他的底线 大叔见逃不到便宜 兴兴地离开了 可没过多久 竟然又去而复返 他决定把趁火打劫的精神 发挥到极致 布莱迪想要逃走 却被大叔放狗抓了回来 在此期间 霍华特撑脚钥匙扣做成钩子 把大叔丢在地上的猎枪拿到了手里 他用枪指着大叔的头 可大叔挟持了布莱迪 变得有失无恐 并把他带到石头后面 强行侮辱了一番 霍华特悲愤地举着猎枪 劝他对方毫无办法 只能站在那里拼命怒吼 大叔发泄完手艺 正是没提起裤子 这时 一旁的大黑口不知为何 突然朝霍华特扑了过来 他两枪急不低在坑里晕了过去 而他手里的猎枪不慎走火 打中了不远处的布莱迪 大叔有精无险地站了起来 还不忘嘲笑两人缺乏常识 松发是迪雷并不常见 真正的迪雷踩中 直接就炸了 然后给人留下排雷的机会 由此可见 是丹尼尔在故意射局 捉弄他们两个 没想到这件事情 却演变成了一场难以收场的悲剧 霍华德苏醒后 看着已经倒地身亡的布莱迪 气不成声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 大叔加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正受霍华德 只不过 此时的他剪掉了长发 比之前精神的不少 大叔对妻子和女儿热情地 招待了他 并拿出食物与他分享 大叔妈院子里的农伙 回到家里 一眼就认出霍华德 他自知李亏 在妻子和女儿面前 又害怕那天的事情遭到纰漏 所以不敢当面戳传对方的身份 而霍华德却有恃无恐地 在他家里吃完了午餐 其间他也不住夸赞 大叔的女儿长得漂亮 大叔终于弩了 警告他不要打女儿的主意 并毫不客气地下达了主客令 霍华德微微一笑 背起背包转身离开 临走时 大叔悄悄约顶 一个小时候在娇娃一较高下 霍华德走后 大叔陷入着深深的焦虑 小伙子来者不闪 他想报警求助 却很快排除了这种想法 对方顶都算是过失杀人 而他的强奸罪 却是实打实的 一旦警察介入 事情将会变得更糟 正当大叔从未苦脸 思索对色的时候 霍华德却抱着 冰死的大黑狗冲着进来 并生生时的不小心开车撞的 大叔的妻子和女儿 有些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如何救治 自家的狗子 唯有大叔知道 大黑狗是霍华德故意撞死的 他从储物件里拿出猎枪 却发现子弹带力 竟然一颗子弹也没有 眼下情况紧急 他也来不及多想 拿着没有子弹的猎枪 冲到霍华德进前 霍华德依旧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因为他早就趁大叔不注意 偷走了他所有的子弹 大叔间猎枪失去了威慑 一瞬间慌了 霍华德好正以下的偷出手枪 打断了大叔的双腿 紧接着 他让大叔的妻子和女儿 把伤害抬进屋里 他的复仇计划就此展开 大叔间行事不妙 开始要求霍华德放过自己的女儿 硬表示自己当时只是因为喝了酒 所以才对布莱德动了歪心思 霍华德听完哈哈大笑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既然喝醉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巧的是我同样不胜酒力 说着 他迈不走向酒柜 打开一瓶烈酒一饮而尽 随酒给大叔和妻子的女儿强灌了一些 好了 现在大家都喝了酒 扯平了 你还有什么借口 大叔五言以对 只能安休霍华德 不要做出太过分的事情 正如当时布莱迪恳求他一样 霍华德根本听不进去 把大叔当时的猥胁做法 一剑剑地用在他女儿身上 只不过 他并没有像大叔那样 对女孩动手动脚 而是更为疯狂地 和对方玩起了俄罗斯轮盘毒 左轮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如果女孩足够幸运的话 就能再脱掉衣服和活下来 霍华德一边危险女儿 一边把大叔他已经做过的不堪往事 一剑剑说出来 直接击溃了母女儿人的心理防险 他们终于没有没有想到 大叔竟然是这样一个卑劣的人 女孩在霍华德的逼迫之下 开始脱衣服 只可惜她第一枪就射出了子弹 女孩被当场抱头 夫妻俩时生痛哭 就连始作俑者霍华德都带立当场 也许她的本意是找大叔报仇 让她体验下布莱迪当时的绝望 但没想到 自己竟然再次失守 残害无辜 并不是她的本意 霍华德看着强射的十字架 贪软地坐在了地上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死亡山地》上月2015年 由猎腕帕克亚指导 该拼构思巧妙利益独特 虽然同样的桥段上云两次 却因为角色的不同 和动机的差异 而产生了前人不同的效果 人形的阴暗棉 在欲望和仇恨之下 被赤裸裸展现出来 男主和华德本无意杀人 但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孩 全部死在了她的手上 故事最后 她看着头顶高鲜的十字架 伤人若失 她并没有体会到复仇的快感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在这场荒诞离奇的复仇闹剧中 没有圣者更没有英雄 我们主张的复仇 是让所有恶徒 为他们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但却不能容任何无辜者 受到无望的牵连 对于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优机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